哇 千年的恐龍骨雞 恐龍骨骸 哇 1月20號到2月28號在台北 兒童新樂園聖誕演出 恐龍馬戲團 孫總不做小事 孫總只做大事 然後是沒有生命的 是你們給他生命的 要把你們的熱情 對表演的熱愛表現出來 所以我們今年要幹得轟轟烈烈 今天是很不想出門的一天 為什麼 一沒睡好 沒睡好的原因你們也知道 明明就做工藝 做義工 那麼認真幹嘛 嗯 帶你還是起來的 還要去台北新兒童樂園 場刊 再去驗收他們的表演 我幹嘛把自己搞那麼累 一早又傳個 他們少做的七件事給他 今天又要協調 是我在搬還是他們在搬 你好 你們怎麼會來兒童新樂園 因為我是兒童 畫完 你都幾歲了 那你為什麼會來 我們 1月20到2月28在這裡有活動 我們今天來場刊 歡迎你們來 就是恐龍 所以你們會來嗎 會 大聲一點 會 你們1月20到2月28會來恐龍馬西塔嗎 會 說定囉 好 也會來 收藏演出一定不一樣 知道嗎 有問題 加油 加油 我們逛一下好不好 我看一下 我們的台達好了 所以最大的肯佩朋友 贏金龍過 浩宴 他擺在最下面 最重要的擺在最下面嗎 就是氣球 頭指920 懂嗎 隱藏感覺 嗯 那浩宴我就聽到你的聲音了 我已經在外面拉票了 1月20 嘿大哥 身長好 尤其碰到那種爛公司 尤其碰到那種爛公司 所以這個牌也很厲害 又沒有美感 又要覺得他有做事 就跟我們以前跟很多公司合作 一點美感都沒有 他們活在遠古時代 恐龍時代 哇 我在台北新兒童樂園 發現 千年的恐龍骨雞 恐龍骨骸 哇 那我怎麼辦 我是要到 哪裡 去 告訴大家 有恐龍骨雞 這千百年難得一見 1月20號到2月28號在台北 兒童新樂園聖誕演出 恐龍 馬戲團 Peter 我要介紹 我新養的寵物給你看 對啊 我養了一年了 他叫迅夢龍 來 跟那個 叔叔說好 說叔叔好 是哥哥 哥哥 你說你靠腰啊 我會看他的唇語 對啊 你說你殺殺小 我們不能講髒話喔 知道嗎 沒有小朋友在 好 來喔 停 你看 你們準備這樣 來 坐下 你坐下還是屁XXX 較高耶 所以各位要看到這麼可愛的恐龍 請記得 1月20號到2月28號 新台北兒童樂園 他們跟你一起玩喔 現在回到喬捷利評比的現場 沒有啦 現在我們在準備做第一次總餐 幾乎都是以前喬捷利的夥伴們 所以我坐在這裡他們就斬斬斬斬斬 很怕我等一下又說出什麼驚人之語 節目要給觀眾看 一定要領事物 一定要表現得非常好 這是做表演者的基本功啊 我有很假掰嗎 尊重有錯嗎 好 今天第一次見到大家喔 但是在兩次的錄影呢 參加錄影的這些夥伴 我都很喜歡 很感動 然後是沒有生命的 是你們給他生命 要把你們的熱情 對表演的熱愛表現出來 所以今天孫總為什麼會來 一 我要來看大家 二 我們要做一件 這一個月好與歡 觀眾幫你評分 所以我們在外面 會做一個英雄吧 是你喜歡哪一個喔 所以我們來看最後 第一名是誰 而且 謝謝觀眾 也會因為你們表演 非常的令他感動開心 可能來第二次 可能來第三次 這就是定幕區的魔力 好 給你掌聲一下自己 我們來介紹一下我的好孩子你的爸 他也是劇團出生人 大家好 感謝大家 為什麼 為什麼 Simon 這是我最強而有力的以前的助手 當然才你們在那邊很正好 高先生大家 謝謝大家幸福 幸福跟幸福要不容易 大家也好 多多担待 多多加油 孫總不做小事 孫總只做大事 所以我們今年要感到轟轟烈烈 就需要各位 好不好 好 好 我要看你的演出 謝謝 四 三 二 等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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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有那個 如果我們要做唱酒 其實要開演 其實應該有一個固定的音樂 出來他們知道的 有 有 有哈 我們照瞬總好不好 好 孫總 這個話比較大聲耶 剛剛聽起來是玩笑 聽起來是玩笑 我怎麼受得了啊 正常現在 在燈光那邊問題還有 你自己應該知道 你們第一次接受順總的評論 對不對 不錯了啦 給你們80分 比之前在公司的時候高 我知道 小潔力 我們上事業巨大門後來 對 你們幾分 不及格安 哈哈哈哈 那今天順總帶給你們變職了 謝謝 謝謝參考 謝謝參考 所以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我們把 引金龍過好年 這個口號打響 讓大家知道 有口紅毛細毛 好我們來一二三加油 一二三 加油 今天是1月14號 我所做的第一次驗收 所謂的驗收就是 是我第一次看 所以在1月20號各位看到的時候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完整又精采 令你驚喜萬分的表演 到2月18就結束了 記得在台北新兒童樂園 等著你來哦 活動紀念 T-Shirt 和周邊商品限量工業 要買要快哦 嗨 我是羅志祥 1月20號到2月28號 台北兒童新樂園 有恐龍馬戲團的表演 聽說非常的精彩 而且1月20號 手上還有彩蛋哦 所以請各位 趕快去台北兒童新樂園 參加恐龍馬戲團 快去哦 哈囉大家好 我是天女王心靈 2024年我們的大家長 孫總為大家籌備的一系列 迎金龍過好年的活動 首先登場的是 1月20日11點的 恐龍馬戲團首演 特別訂製了 16隻栩栩如生的恐龍 一定會讓大人小孩看了都很開心 1月20號就要開演咯 大家趕快去搶票咯 2月 resident 7月20日 5月20日 谢谢观看